今日,伴随第六季爸爸去哪儿,即将在8月16日,也就是明日,迎来开播,今日爸爸去哪儿官威在晒出陈小春,杨说,鲍贝尔,更了本亲子组合的宣传招之外,也晒出学习哥哥和尤军,与他所带的蒙凤派宣传海报, 要知道在和尤军之前也有网友晒出单红小生范城城以及毕文俊带宿然萌娃录制节目的路透照,不过,之后因为一些不可抗因素,范城城和毕文俊也退出节目录制改由和尤军带气,而现在伴随爸爸去哪儿官威晒出和尤军带两个萌娃的宣传照,也可以看出范城城与爸爸又是无缘了,为此,在爸爸又晒出和尤军官宣海报后, 也有不少范城城粉丝留言表示,如果范城城的画面不播,希望出一个剪辑版给粉丝,甚至有粉丝表示,只要有范城城,愿意花钱看关于她的画面。 此外,还有一些粉丝则将范城城退出的运气,撒在代替人和尤军身上,其中,有粉丝便直接留言表示,不喜欢和尤军,而且,还有一些粉丝抓住宣传海报和宣传语照查。 比如有粉丝就表示,为什么他和尤军是哥哥,去年登轮就是爸爸呢,那还叫爸爸去哪儿,干嘛不干脆叫哥哥去哪儿? 不得不说,想比人气大火的范城城,虽然何尤军在娱乐圈也是小有名气,也曾参与录制郭跑蓝这些大火综艺节目,但是他在娱乐圈中的名气,也是听不过范城城的。 现在节目还没有播,何尤军就开始受到一些范城城粉丝的抵制,想必节目开播后,他的一言一心,更是会被一些人放大找茶吧。 而且,节目中没有任何带娃经验,的何尤军,还要一个人带两个门娃,这压力也是不小啊,免责声明,图片来源于网络,如设计清全,尽灵细删除。